深耕偏向艺术课程的台湾代用课程协会 成立到现在已经完成2610堂课 日前在花莲市北边国小 发表这8年来用艺术课程陪伴孩童成长的心路历程 也集结成了新书艺术陪伴给孩子一点爱 让他们走更远 用文字向民众来分享孩童的无限潜能 台湾代用课程协会自2015年起执行 邀请各领域艺术家 包含画家、陶一家、摄影、舞蹈家和音乐家等 深入偏乡国小与育幼院 带领陪伴孩童创作 增加孩子接触艺术的机会 至今已深入花莲秀林、风兵、富里 高雄市、桃园市、新北市等地 8年来已完成2612堂课 日前在花莲首间合作的北冰国小 发表艺术陪伴给孩子一点爱 让他们走更远 分享8年来的心路历程 因为偏乡的孩子呢 原住民孩子艺术天分非常有 所以他们大家 这个课呢持续开始就是 因为他们的作品很精彩 然后孩子们有高度的兴趣 可能其他的体育呢 他们学校也有类似的课程 所以这种艺术就留下来 如果今天孩子想要上剑道 我们一样会开剑道 他今天的重点其实是在陪伴 然后孩子对于什么有兴趣 我们都愿意陪伴 花莲45度角画家金根红 年轻时应车祸全身瘫痪 只有脖子与手腕可动 在带用课程协会老师陪伴下 用嘴巴咬着画笔创作 不仅举办多场画展意外 也当其老师教导学生绘画 从一开始只是准备乱画 慢慢的没有带用课程 请老师来教之后 就慢慢越画就越有成就感 然后也知道说自己 跟该往哪里就是方向去画 带用课程是由有能力者购买课程 将上课全力保留给有需要的孩子 借此传递学习的美好 资深艺术家陈墨田表示 看到孩子们绘画 总能感受到纯粹的美好 也是与孩童们学习的机会 任养人也承认华联文化局长的 医师张耀成提到 希望能为下一代做些什么事 也支持带用课程 期盼藉由2612堂课程的记录 透过艺术元素 让更多孩童的生命充满美感 记得长帮艳华联师报导